好,我们先来录一下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同学举个手 很小声还是刚刚好 可以啊,好的 可以呢,我们准备开始了 可以,好,谢谢Chris 谢谢我们的志远 Gary,你真的叫志瑞吗 还是你改名字了 我都不知道你有别的名字 好,今天同学我们上课了 干嘛给大家放一首古诗词 叫,因为很快就要到清明节了 就是中国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传统节日 那给大家放一首古诗叫清明 那同时呢,它是以唱 歌唱的形式来给大家 呈现这首歌 那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吧 好,我知道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我这个电脑呢 有一点问题就是 它没有办法pick up这个 我今天用的另外一个电脑 它没有办法pick up这个声音 所以现在呢 我想到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我用我手机的声音 给你们放清明 然后呢 你们可以看图像 这是一个好办法 有十秒钟的广告 好,稍等一下 然后马上开始 请订阅 借问旧家和初遥 梦桐药之心花村 清明世界与纷纷 路上行人与短魂 借问旧家和初遥 梦桐药之心花村 好 这是一首古诗 听过这首古诗的同学给我举个手 清明世界与纷纷 为什么说到清明世界与纷纷 因为呢 清明世界是在我们的春天 对不对 春天就本身就是梅雨季节 就下雨的季节 好 那么路上呢 有很多的人都在赶路 这个时候呢 找到了一个小木桶 小木桶呢 一般的意思就是说 放牛的一个小孩子 小木桶问他 哪里有酒家 那酒家呢 在古诗词里面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是吃饭的地方 或者是 这种像像hotel一样的地方 那么小木桶就指说 那边那个姓花村 那里面有吃饭的地方 还有可以借宿的地方 OK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首 学了一个古诗词 那我们今天要来画的是 这个清明世界与纷纷 我们要来画的是清明的这幅作品 首先我们刚说小木桶是什么 小木桶是一个骑牛的孩子 对不对 以前农村的小朋友呢 他们都是有一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他们要放牛 对不对 OK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在我们的画面的这边呢 我们先来画上一个 我们先来画上一个小牛 然后再来画一个 嗯 对 好 跳过来 好 在我们这右边的位置啊 我这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是一个MIRROR的镜子的那 我们先来这边画一头小牛 小牛我们以前有画过啊 我们先来把他的牛鼻子画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先来给他画上一个 椭圆形的一个牛鼻子 牛会大一点还是人要大一点 牛要大一点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这个牛不能画得太小啊 好 然后把他的头画起来 好 一个有一点方形的 但是还是比较圆的啊 因为牛的头呢 他都是是肉做的 对不对 是骨头 所以呢 整体是比较软的 比较圆的 好 我们来给他画上牛角 好 牛角的下面呢 给他画上耳朵 耳朵有一点像一个树叶的形状 对不对 OK 好 那牛呢 我们要画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今天是画的是一首古诗啊 所以呢 我们把大部分的这个布局形态画出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画得非常具体啊 好 这是一头牛 他的脚画出来 这个是牛 把他的脚画出来以后呢 把他大肚子也画出来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牛的这个牛体哈 就是牛的fit 给他画出来在底下 嗯 因为这个角度我们看到是牛的一个正面 我们看不见他的身体的后面 只有他的这个啊 胸口以及头部是对着我们的 好 那么你们如果有看过啊 有去过农村啊 中国的农村 你会知道 农村的牛啊 都会在他脖子上给他挂一个铃铛 所以他走走起路呢 就会叮叮叮的响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牛回来了 或者牛走出去了 那万一不小心啊 发生了什么 特别的情况 你如果听到这个 他的这个铃铛在响 那肯定知道牛那边出现状况了 对不对 因为农村呢 他们没有不像现在啊 都会有一些camera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随时监控它 好我们来具体的把牛的这个啊 特征给他画一下 画了一个舌头 让这个牛看起来可爱一点 让给牛画出大鼻 大的大鼻孔 好 牛的眼睛呢 我们可以稍微给他画可爱一点 可以给他画个眉毛 像一个人一样的 好 好 那我们可以在眼睛的部分呢 给他稍微的啊 我会在脸睛里面给他画上一个亮晶晶的高光 让他的脸睛 眼睛就是亮亮的 然后把其他的部分呢 涂上颜色 如果你想让这个牛漂亮一点呢 你可以给他画上 Eyelash 好 然后呢 把他这个牛的牛角啊 给他画上一些线条 就感觉他这个牛角是有些纹路在里面的 然后牛头呢 你也可以给他画上一些 因为牛啊 他又长得有毛 对不对 他头上虽然他的毛很短 但是还是有一些 这个毛在上面 那我们可以给他画出来 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小牛画好了 然后在小牛身上是谁呢 小牛身上啊 是一个小朋友 就我们说的小木桶啊 我们说的小木桶 好 那我们来先给小木桶 给他画一下 他的这个特点 那么把画出一种 中国古代人的特点啊 小木桶是坐在牛的身上 对不对 所以他的身体部分就被牛挡住 因为他骑在牛的背上 所以我们先把他的这个头的位置画出来啊 好 这个是小木桶的圆圆的头 在这边呢 我要把他的耳朵先给他画出来 啊 中间空一点点 把他的耳朵的轮廓画出来 好 小木桶的头发 好 那以前古时候的人啊 有一个充满就什么呀 他们都会有一个叫丸子头 就把头发 男生也是一样 不光是女生 那女生呢 他们的头发会很长 会披下来 披着啊 散着 那男生的头发呢 就跟现在一样 是丸子头 你们看过跳舞的女孩子啊 他们会把头发 男生头发也很长 但他不能披着啊 不好看 他把它编成辫子 然后把它 或者是用一个绑在头顶上 像个丸子头一样 我们今天会画两种男生的发型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输两个 小朋友都会输两个 在这边 左边 右边 丸子头 就像一个肉丸子一样的 对不对 好 在这边 然后呢 他的这个布 啊 装饰 对很有意思 对不对 嗯 古时候的小男孩 都是要输丸子头的 或者输一个头 一个丸子头 或者两个丸子头 都可以 好 然后接下来 因为他的身体一部分 已经被挡住了 所以呢 我这边呢 只会画一只手 刚刚我们的诗里面 唱到什么 木桐摇指 新花村 就是说这个木桐 他指着说 新花村往那边走 好 这边有位子啊 所以我让他手指 这个方向 OK 好 这是他的另外一只手 就在这个下面 OK 然后把他的袖子 画出来 小朋友的手 好 指着那个方向 把接下来的衣服 因为我们穿的 这个是古诗啊 所以我们穿的衣服呢 就有一点汉服的那种感觉 旁装汉服的感觉 OK 好了 小朋友坐在这 坐在牛身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 把小朋友的这个五官 给他画出来啊 也是一样 好 牛都有那么漂亮的大眼睛 我们也把小朋友的眼睛 画好看一点 让紧紧的在里面 很开心 指着那个方向 耳朵给他画一点纹路 好了 这个是小木桶 然后呢 我们在旁边 就是我们这个 这首古诗词的一个主题 主角啊 因为他要去找 我们现在画的 这是个大人 他要去找这个 住店的地方 好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 我们把这个人呢 要稍微高一点 他应该要大概要比 你的这个小木桶 比这个牛要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他是一个大人 对不对 好 我们从这里呢 先来 这个是个背面啊 我们来先把他这个圆圆的头 给他画出来 然后这个人呢 他也是 我们刚刚说的丸子头 对不对 以前的人都是梳丸子头的 好 然后让他的这个头上呢 有一个圆圆的 也是一个男生啊 他也梳了一个丸子头 后呢 他的头发 这边有个装饰 好 然后他的衣服呢 也是这种 汉服 就是比较长的 像长裙一样的 以前的人穿衣服呢 他们没有分开的衣服跟裤子 都像长裙一样的 好 对 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 我们不需要画的非常的清楚啊 这个人的一些具体的特征 但我们知道他的耳朵 头发 这是一个人的背面 好 他要去找这个房子了 去找他们的这个住宿的地方 好 然后呢 身体后方 这是一条路 好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画上一些这种房子 这样我们的天空的地方呢 就不是天空了 好吗 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会是一些房子 在上面呢 就说在远方的地方 好 那远方怎么画呢 画出一个路的这种效果啊 好 这条路是不是感觉就比较远一点 从细到宽啊 从小到大 这样画出来 就感觉是 感觉看起来好像走很远的路 那边会有一个 会有一些房子 嗯 一些酒楼 好 那以前的那种店家啊 他们呢 也会有一些像我们现在的商标一样 一些招牌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商店啊 这家是卖什么的 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招牌放在那边 让你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 好 那我在这边写一个酒 因为他说借问酒家何处去啊 就画像写上一个酒字 这个是一个招牌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画上 很多的这个 小房子 好 一栋一栋的这个小房子 你可以自己设计啊 小房子 然后呢 你可以画上一些 比如植物 花树 花树 果树 都可以 好 好 我们基本上没有空位了 然后给这个牛哈 可以给画上一些花纹 画上一些花纹 好的 好 我们的这一幅清明节的作品呢 差不多就画好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慢慢的把颜色涂上 好不好 好 你们不用着急哈 不用着急 慢慢来 先来把这个 我把这个小朋友的头饰跟他的衣服呢 用同一种颜色画起来 感觉比较统一一点 好 颜色部分你可以自己设计啊 你想要给他穿一个什么颜色的衣服 或者是你想要让他 他的这个头发的颜色 以及服装的一些设计图案 你都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在里面 就是我们大体的轮廓呢 我们故事啊 以及大体的文化一样的 然后剩下的呢 同学们可以自己发挥一下 好 接下来我要把头发给他画起来 如果你呢 这个纸上面啊 你的人画的比较小 你有不少空出来的地方 那我会建议你空的地方呢 你可以画上装饰 比如说草地 小鸟 小房子 小草 植物 或者如果你还是觉得 这些东西加进去之后还是很空 那你可以把这首古诗写在旁边 那我这边呢 是没有位子的 如果要有位子的话呢 我可能会在这边 把这个或者左边右边 你看你哪里有空位 那就把这个这首古诗哈 给他写下来 我来换一头大黄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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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